現在來到啟德的Henny Park 這個屋院不算特別大 基本上是兩座塔塔加四座矮座 它的會所很漂亮 它的玻璃幕牆都很漂亮 那邊 矮座 它有整個啟德城中心最漂亮的景觀 看到地標性的球場和維港海景 如果高層一點會看到煙花在上面爆 所以是值得一看的 現在看間935隻的三房套 入門有一個很長的大廳 很寬闊 飯廳客廳都擺位很鬆動 還有樓底都夠高 整體感覺就非常好 還有它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望出去就是一個地標的球場 接下來就會入伙 以後的演唱會和大型城市都會在這裡舉行 再前面就是紅暗的海賓 上面就是煙花景 這個露台都夠闊 兩三個人站出來可以的 放一張茶几乎喝茶都很舒服 Henny這邊其實緊廚很少 你看到桌面都可以多 所有家電都是名牌 廚房煮東西都很方便 還有一個大窗 望回狗展那邊 這裡還有一個工人套房 還有這裡有一個側窗 可以休息,很舒服 轉進來就是黑痴 基本上都是磚和環石 鋪齊 整體感覺就是奇麗 帥氣 第一間睡房比較方正一點 還有一個落地玻璃窗 望出去就是一個很美的外景 另外一間房間就有一個角窗 景觀上就給個訊息少少 還有它有一個小的老桌 望過去就看一看 圖那邊的 用起來這裡就可以做個衣櫃 不過我覺得是一般的 這邊可以擺個裝飾櫃或者掛幅畫 這裡就是主人房 寬廠多一點 還有一個弧形的窗 望出去就整個跑道景 整個地標性的球場 下面就是操場 這裡就一覽無際 整個啟德城中心最美的景觀 都是這個 然後這裡還有一排衣櫃 都做好了給你 牌子東西來的 貴一點 這個主人的浴室 豪宅的四件套 它就沒有做雙升盤 單升盤 坐廁 臨浴區和浸浴區 看著海景 整體的感覺都相當好 像這間935呎的房子 總價錢大概是3,000到3,800 你覺得貴不貴?